大家好,我是老万 不知道你们有发现 经常有车友在网上讨论 特别是在评论区 说,哎呀,这房车多贵多贵 我觉得目前关于这个房车的价格 可能分为两派吧 第一派就是买了的人正在用着的 其实没有太含贵 第二个就是没买的,观望的 他确实一直说这个房车贵 我说到这的时候 可能一些网络喷子,键盘侠 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说,哎,干老万 你看,这个读的又出来说 这个中国房车不贵的 你这个首先慢动一点 我先说出我的看法 就首先从价格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国房车是贵的 目前是贵的 你想,以EV科底盘来举例子 想买到一个能用的车 基本上都是40万起的 然后双拓的话 基本上都要60多万 在这种口罩的形式下 在咱们中国这种小老百姓的经济条件下 拿出这么多钱买一个车 那要在重用车里边 那已经是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豪车了 你这种价格肯定不利于中国房车的推广 那为什么有人是还说不贵呢 说不贵的那个原因 那部分人 当然一部分有钱人 咱不说了 另外一部分正在用着的 是因为他们比较了解中国房车 比较知道中国房车目前现阶段为什么贵 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定论 中国房车肯定是贵的 现阶段 但是我们得知道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贵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你什么时候能便宜 我们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 你到底能不能降价 所以今天我是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你想喷 很容易 骂呗 骂房车厂商 黑心厂商不要脸 赚我们钱 那你直接这么骂很简单 但你要想想 骂完了之后我们怎么办 你放弃房车吗 你不买吗 你要不买很简单 你一切都不用讨论了 那么我们还是喜欢房车旅行 喜欢玩 那么我们就得把这个事情弄明白 我觉得现阶段我们中国放车贵的原因 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就是第一 绝对是有一些黑心厂商的 他打算做一两年房车 做三四年房车 他干一把就跑了 所以呢 同样的底牌 很多地方都一样的房车 那个价格 他这块就是比别人高 黑一把就跑 然后收货还不好好做 绝对是有的 具体多少咱不说 但是我知道这部分厂商早晚得死 他也不是市场的主流 市场依然有一部分想做房车 想把房车做好的 那这部分人 他的房车价格为什么高呢 我觉得可能也有几点 第一就是他的生产规模 你看现在基本上还都是手工做法 他们基本上都要靠人来 而且很多做房车的人 是从家装行业转过来的 这部分人不太好找 所以他们的人员成本 虽然有地方工资低 但是这个人员成本 你跟大部分机械化来比起来 那还是要人员成本要高一点 在这可能有人说了 说国外也没有完全机械化 也基本是人工在做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国外有很多地方的细节 你比如说什么打胶 这些东西 它是人工在做 但是它可不是人拿着胶管 在那站 它是有机械手臂辅助它的 这是我从法国卡莱尔工厂看到的 然后这是人员这一块 另外一块就是 你看这些房车厂 它是改装厂 底盘价格是一部分 然后这个上装部分 什么板材 各种的电器 包括逆变器什么的 这些属于房车的配套的产业链企业 这些产业链的企业的价格 也决定了你房车的成本 那这是第二点 就是它产业链的价格 第三就是销量 现在我们中国好的房车厂 一年的销量多少呢 C型房车 三四百台 这已经算是高的了吧 那你想啊 这三四百台 它三四百台的利润 它要给员工开工资 然后它要维持这个厂家的运营 要给这个供应链企业 去结算这个货款 那单台车 它必须得保证一定的利润成本 它不保证一定的利润成本 它干不下去了 你比如说这一年 它所有的人吃马脚需要一千万 它卖五百台车 那一台车 它至少存赚 它得赚两万嘛 如果不赚的话 老板干啥呢 搞慈善呢 是吧 但是你想想 如果说 基础化承受水平高了 那市场的这个规模大了 它一下子 这个一年 它不是卖五百台车 它卖五千台车 那你这个价格不就降下来了吗 是吧 所以你说到这个房车价格的时候 你不能离开 现在市场发展的阶段 你不能离开这个客观景观去说 一外的说 这个房车厂上黑心也不对 然后你说房车厂 单台车赚的这个价格高 这点是对的 你看现在我们的重用车 很多重用车 基本上 它这个生产成本 人工运营 乱七八糟的 它这个车卖的价 已经不赚钱了 那为什么还卖呢 因为人家有售后啊 人家这个车生产出来了之后 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啊 你得来售后吧 你得来我这保养吧 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 那你看 先看我们的房车 房车厂上把车卖给你之后 它还能靠什么赚钱 没了 它就这一勺子买卖 赚了就赚了 你接下来的售后感觉 还不一定去他的 是吧 所以这些综合因素 咱们都得考虑到 导致了目前我们现在房车的 单台车的这个价格高 单台车 它价格高 利润高 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阶段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 一直就会这样的 一个产品 如果想让老百姓接受 一定是质量不断低高 价格不断降低 二指之间中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这个结合点什么时候到来 这个结合点就是我们的市场 玩车的人数越来越多 按照我目前来看啊 我是觉得什么时候就算是多了呢 一个房车厂一年 卖个一万多台车 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就多了 我不知道我这个年龄 能不能等到 我们相信那天会到来 当然了 作为我一个42岁的一个玩房车的人 我是不会等的 我克服现在的困难去玩 因为我怕那个时候来了 我没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特别感谢大家能够坚持看到这 如果看到这的话 就给老万评论一下 评论完了也可以转发一下 不知道评论是啥 还是老贵 也就是说老万帅 我就是那个不割韭菜的 专门靠分享房车知识 想要在这个圈里活下去的 老万 拜拜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